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聊一下有关二与大的这个猜想啊 今天呢 又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了 而且这两个信号呢 让我觉得啊 习近平连任的这个概率啊 大大的增加 那么江泰公的观众应该知道我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我前面在很多期节目里头我都说过 习近平连任是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不排除另外的结局出现 那么当时在我心中的比例是多少呢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习下礼尚啊 就是习近平之外的这个概率啊 我当时估呢 也就是15%左右 可以说习近平85%是连任的 这个话我在节目中啊 说了无数次 所以一些杠金啊 也不要在这跟我抬杠 就是我首先肯定习近平连任是大概率的 但是我们不排除意外的情况 那么从今天传出的这两个消息啊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概率啊 最少又提高5%甚至到10% 他连任的概率啊在90%到95之间 那么这两个消息是啥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这次的七中全会上呀 应该讨论通过了这个党章的修改 那么这个党章的修改呢 就是把两个确立呢 给加到党章里头去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这个党章 肯定是说的以毛泽东思想呀 邓小平理论呀这样子的 那么这次呢 可以说他把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呢 给加进去了 可能一些海外的朋友呢不了解两个确立是啥啊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两个确立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确立呢就是指啊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第二个确立呢就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两个呢就是所谓的两个确立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思想现在已经指导了党的全面工作 那就是指导了全国的工作 对不对 因为中国的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 党现在已经确定了要用习近平的思想 那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地位在党内不可动摇嘛 所以这个消息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啊 跟两个确立相对应的呢 还有两个维护呢 两个维护是指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两个维护 等于说先确定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 然后呢就要维护这个核心地位 所以这个党章改了以后啊 这个意味是深长的 因为在中国呀 党章比宪法的作用要大呀 中国那个宪法顶啥用呢 那个宪法就是为党服务的 所以这个信号可以说是给习近平加分 那么第二个信号呢 就是有关防御的信号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各地现在呀 为什么层层加码搞防御 这个就是向习近平表忠心的 那么这些官员应该比我们更能知道 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动作嘛 所以他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反人类的去搞封共呢 就是为了表他们的忠心嘛 那么前一天这个媒体呢 报道的还相对保守 那么今天呢 人民日报公开出来 为这个清零政策站台 中国这个疫情实际现在就是一个政治疫情 那么维护了这种清零的政策 就是维护了习近平的政策 就是跟习近平站在一起嘛 所以人民日报今天就高调的报道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说的啊 疫情尚未远去 大考忍在继续 实践深刻 其实我们躺平没有出路 坚持就是胜利 这就明确了我们这个清零政策呀 要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这个调子定了 就相当于习近平的路线呀 在党内占了上风 所以习近平连任的概率呀 超过了90% 我现在估计呢 在90%到95之间 那么中间有没有变数呢 还有就是那5% 那么这个5%里头最大的变数是啥呢 就是宫廷政变 那么这种宫廷政变啊 必须得有军队的参与 只不过是规模大小而已 就是动不动枪炮的问题 你比方说林彪事件的时候 那也算是一种宫廷政变吧 那个阵仗就比较大 把林彪吓得坐飞机外逃 结果被导弹打下来了 对不对 那个就是动静比较大一点 然后动静小一点的呢 就是当时抓捕江青他们 据说呢 是以开会为名呢 把他们叫过来 然后把他们四个就抓了 这次的政变呢 就是规模比较小 也没有发生流血冲突 所以这个宫廷政变呢 就是这样的 他必须得有武力参与 只是表现的方式呢 看他有多激烈 这个概率啊 只有5% 甚至不超过5% 那么从这两则消息来看呢 习近平连任呀 也差不多跟板上钉钉一样了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吧 反过来说呢 就是出现了意外情况 又能怎么样呢 依然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也只能是给老百姓松了口气而已 反而是给共产党续了命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吧 那么结局怎么样 还要看中国的国运呀 到了哪一步了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